彼得后书第二章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 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 自取素素的灭亡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谐淫的行为 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他们应有贪心 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 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言 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 就是天使犯了罪 神也没有宽容 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 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 曾叫洪水淋到那不敬钱的世代 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又判定索多玛 尔摩拉将二城倾覆 焚烧成灰 作为后世不敬钱人的见解 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 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 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 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 主知道搭救敬钱的人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 等候审判的日子 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 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 他们胆大任性 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 就是天使 虽然力量全能更大 还不用毁谤的话 在主面前告他们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 生来就是畜类 已被捉拿宰杀的 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 正在败坏人的时候 自己必遭遇败坏 行的不义 就得了不义的功架 这些人喜爱白昼艳乐 他们已被玷污 又有瑕疵 正与你们一同作息 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 他们满眼是银色 止不住犯罪 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 心中习惯了贪婪 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他们离弃正路 就走岔了 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功架的先知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 受了责备 那不能说话的驴 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 是狂风吹逼的雾气 有漠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 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 用肉身的情欲和谐淫的事 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忘形的人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 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 因为人被谁制服 就是谁的奴仆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 救主耶稣基督 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 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 他们末后的景况 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他们晓得一路 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生命 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俗语说得真不错 狗所吐的 他转过来又吃 猪洗净了 又回到泥里去滚 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